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這個比較像是一個浪漫主義的一種社會事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台灣的蚊子很多 蚊子館更多 藝術家姚瑞中跟學生們組成了失落社會檔案室 一共出版了四本海市蜃樓這麼厚的書 藝術家們一共調查了全台灣四百多間廢棄場館 建築還有園區 有些地方廢棄的程度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估計政府耗費了數千億蓋這些蚊子館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姚瑞中老師跟我們談談台灣的蚊子館 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你們在書裡面前面書封就寫 蚊子館的滋生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 老師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你當初跟蚊子館的戰爭是怎麼開始的 為什麼一個藝術家要跑去拍蚊子館 我想這個疑問是所有人的疑問 但是我想反問說為何不呢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不是只是在生產美麗的事情而已 粉絲太平而已 我覺得藝術家更大的責任在當代這個社會 他更大的責任是要看穿 就是看穿一個現實的黑洞 那麼透過了我們有擁有的技術跟一些敏銳的觀察力 提出跟一般人不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藝術家對這個社會的一個責任的回饋 所以你說為什麼藝術家要來做這個 我覺得難道他要去拍更多的淡水河的美景嗎 難道要去拍更多的看起來很美 可是實際上他有很多問題的一個地方嗎 那種照片我覺得太多人在拍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開啟另外一個視野 這個視野是我們必須要讓 等於說我們要看見看不見的台灣 我們是地毯式的搜索 我們等於是步兵 對 那有另外一個攝影家做的那個空拍 他這個屬於空軍 我們屬於地毯式的陸軍 對 而且這個計畫2010年你們就開始做了 對2010年是這樣 我們其實在2005年的時候 中國時報就做過一個調查 是 那那個調查我們後來發現 他做的還不是很全面 就是點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 那麼2010年的3月開始 我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教書也教了五六年 我覺得老師在課堂上 講西方的美術史 對 這意義是什麼 那畫石高相的意義是什麼 那麼所以我就 我就想乾脆把他們帶出教室 所以我就跟同學第一堂課就說 你們想要我教你們自己看書就可以的東西 還是說你們想要我們一起去展開一個廢墟的探型 對 那麼同學們就舉手通過了 所以我們就宣布成立了一個叫做LSD 就是失落社會檔案室 就是Lost Society Document 對 那它也是有雙重相關的 就是說政府可能會為我們很多LSD 讓你去騙取 去爭取很多選票 或者說是去給你很多許諾 美好的藍圖 可是實際上它都是一個幻景 就是政府會給你很多大建設 大開發 對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分配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第一期參加的有50個同學 我們就分配 就問你是從哪裡來的 就回到那邊去拍 所以比如說你是台南人就回台南 對 那你是澎湖人就回澎湖 那麼我們分配好之後呢 可能有些人有重疊 所以他們就分 這個比如台南市他就分 沿海的地區是他拍 靠山的是他拍 那麼進度就是每個人要拍10個案 對 然後呢每個禮拜來跟我報告 嗯 那就是就拍頒表 對 那他們就就假末 週末的時候就回去拍了 回自己拍自己的家鄉 對比如說有個同學他是新竹人 他就回新竹找他爸 對 他說他沒有車嘛 那他們要跑到新竹的深山去拍 對 然後他爸是中正的國民黨員 嗯 他就跟他女兒說不可能有文字館啊 新竹是很好這樣 嗯 結果他們那天就發現了五個 然後他們一路上就很沉默 嗯 然後他就回來跟我講這個事 就是說很多的過程是家庭一起參與的 嗯 還有一個朋友 一個學生他是台南人 對 他們到了將軍漁港的一個廢棄的那個餐廳 對 然後他有封鎖線嘛 對 然後他不敢進去 嗯 他媽媽就說欸你不是在拍文字館嗎 你不進去你怎麼拍 所以他媽媽就走上去了 嗯 然後他就硬著頭皮跟他媽媽上去 對 然後他們就 然後又以為他媽媽圓那次拍一堆 然後她上閒給我們報告 嗯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就是 uh 第一個我要想的就是說 學生可以 去參與一些社會議題 不是只是擔在教室 畫石高想 畫畫禁物 畫畫裸女 然後 然后跟社会脱节 这个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文人的典范 因为你看古代的文人 哪一个不是当官的 文正明当不当官 董其商是不是当官的 那你说李白比较倒霉 所以他就比较仕途不佳 可是大部分的文人 是大夫是有责任的 他们除了在他们的艺术上面精进之外 他们对社会是有改造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么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 艺术家跟文人是分开的 那么官僚这些当官的 他也没有什么文化 他也不关心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问题 你看民国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很多文人也是当官的 比如说余佑任 他也是书法一决 可是他也当到检察院院长 他们是有官场文化的 所以我们应该说 艺术家本来就有社会责任 只是我们的现代化的思维 把它变成了一个供在那边的琉璃塔子 生存在美术馆里面的花瓶而已 所以老师是觉得艺术家应该要积极的参与社会 艺术家是有责任的 那么他只是他可以选择的 他要用什么方法去 因为艺术家他在社会是属于特异人士 他有特殊功能 他有特殊的才华 他不应该只局限在风花雪月的诗人 他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计划 因为我们看我们是一群艺术家跟一群学生 对 一位艺术家跟一群学生 所以也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负担 我们对社会有一些想象 所以大家就各自去拍了 那拍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很震惊 我们每堂课都非常的傻眼 看到学生的报告我们都 很难过 一到岛上发现它一个环岛道路 一圈的 那它上面有100公顷 其实还蛮大的 100公顷很大 那么上面全部都是废石堆 或是土堆 杂草重生 完全没有什么具体的建筑 我是觉得这个岛应该盖一座监狱 把这些摊管屋全部关进去 可能会比较实用一点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你们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最令你印象深刻的 有哪一些文字观 因为我看到这个 2010年你们就开始这个计划 有媒体就帮你们估计 因为那时候好像第一本 海市圣楼收了100多个 闲置空间的案例 算一算可能还乘上黑数等等的 有4000亿的公堂被浪费掉 对 因为我们第一本出版的时候 我们是参考2007年的 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一个活化小组 他们的预估 他们是估474亿 这是确认的 是 政府自己承认 这些文字馆花了400多亿 对 但是我们看名单里 其实我们的书里面很多他都没有列进去 是 是 那么加上我们后续还出了四本 所以加总起来 而且离乡八年了 所以肯定是高于474亿了 对 加上他们并没有算入 算入土地成本 还有它的那个土地增值 跟它的周边的这个像道路啊 土灯啊 花卉啊 植栽啊 这样的相关配套 对 所以我们预估可能是有10倍以上 高于10倍以上的这个费用 所以老师你们在课堂上分享的时候 你印象中真的很离谱的案例有哪一些 对 台湾盖了哪一些不能用的游泳池 不能用的场馆 没有人的市场等等 像我们我们发现 通常都是会有一个政策口号先出现 是 那这个政策是上高层决策的 比如说他们会喊出一箱正一分化炉 对 或者说一箱正一停车场 是 一箱正一用池 那近期的话就是文创园区 跟一些什么环保园区的开发 那么这样的政策之下呢 因为它必须要落实 所以它就是一条边的下去到各个地方政府去 那他们还会有一些中央补助款 跟一些什么竞赛的奖金 对 从各地方县市选出来 然后开始补助 比如说像云林焚化炉 它这个花了 当时我没提出的话 应该花了三十几亿 对 那么民间去营运嘛 可是因为后来运能不足 跟一些纠纷 所以它就停炉了 那一停炉之后呢 政府政府还违约 还要陪它 要让它停工 然后拿回来经营权 还要给它三十几亿 前后就花了六十几亿 对 所以那个就很荒谬 那个真的叫烧钱 就是烧钱的 但是这个还算是小钱 还有更多的 比如说高雄新达港 就花了大概六十八亿 七十亿左右 那现在还在增加当中 那也是政策的这个 判断的这个错误 那么像还有里岛工业区 也花了一百多亿 光是填那个一百公顷的海 就花了一百亿了 老师你讲一下 这个里岛工业区好不好 我当初在看你们记录片的时候 真的感到很震惊 那个里岛工业区是 凭空当中堆出一个 对 它以前是海风岛 它把它填掉 然后在六清的正对面 一个小岛 那么政府当时是希望在那边 盖四个工业区 包括麦辽 台西 还有这个里岛工业区 清新区 那么这几个区后来因为 民众的 当地民众的反对 跟环保有一事抬头 加上那个很多的原物料的 涨跌的关系 所以他们只盖了麦辽 对 那你看麦辽也对云林 造成巨大的影响 造成很大的影响 生态的影响 是 所以这块里岛工业区 那时候就等于说 你就把一百亿的台币 全部丢到海里面去了 对 那填了一百公顷的海 真的是直接把钱丢到海里去 回到根本来看 就是说台湾在进行这种高污染产业的时候 是不是要牺牲掉很多我们的居民健康 跟一些子孙的这个 就是他们的 你只贪图短视而忽略了长期的这个利益 其实是必须要去思考 这真的是错误的决策比贪污还要严重 是 那么因为我们都是 因为我那样课是摄影课 对 所以我在请同学们去拍照的时候 不是只拍表面 他必须要一个 比如说这个工业区好了 一个同学要拍一百张 各个角度 然后他必须要去调查他的来龙去脉 对 所以每个同学都很像一个侦探 他必须要去做 乔装程游客 或是故船去登岛 对 或者说是潜入 所以我们报时的理念就是说 摄影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它必须要说服 它说服人们 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 对 而不是只是一个被修饰的 一个美丽的东西而已 是 因为我们就不是观光局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像 实地踏查 对 实地去感受 对 老师我们看一段影片 那时候好像是老师也跑去渔港嘛 去拍现场拍了一段 我们观光客啊 观光客吗 那你们吃海产 哦 哦 那 因为我们对摄影不叫那个 那我们那边不能拍 就是尽量不要 那这个可以拍吧 这个可以 对 好 谢谢啊 好 嗯 好 浪花钱 老师你刚刚那个渔港是在哪里 苗栗 它不能拍照吗 它是观光渔港 可是有警察跑来叫我不要拍照 我会觉得蛮纳闷的 不是要推展观光吗 对 那你 因为它是海防 它的职责所在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有些 呃 光光的这个法令跟那个 沿海渔港管制的法令 可能要调整 搭配一下 好 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经典案例 我还想要继续追问一下 你刚刚讲到那个里岛工业区 它是填了一个小岛 可是因为它在小岛上 所以政府还盖了一条桥通到岛上去 那时候好像有学生去看 对不对 因为地方很难找 完全没有标示 那么学生找了三次才找到 那我们后来有顾船登岛 我们顾了当地的渔民 因为他们对这个岛非常感冒 对 因为它改变了当地的这个海象 是 让他们的那个做那个 牡荔的这个生态整个破坏掉 对 所以他就带我们去登岛 我们一到岛上发现它一个环岛道路 一圈的 那它上面有100公顷 对 其实还蛮大的 100公顷很大 对 那么上面全部都是废石堆 或是土堆 是 杂草丛生 完全没有什么具体的建筑 嗯 所以它基本上 它就做半个位置活动 就是 举办了小朋友的放风筝比赛 在那岛上面放风筝 其他都没有做 是 所以 我是觉得这个岛应该盖一座监狱 把这些探官物全部关进去 可能会比较实用 我们缴的税 交由我们选出来的公谱去管理 对 那么如果他们随便 管理不善 管理不善 对 或是有利益的关系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是在偷窃我们的交付的管理的财产 对 好 老师那个时候你2010年开始进行这个计划 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 吴敦毅院长也非常关切 还特别把老师找到了行政院里面去吗 是 其实一键报之后我就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从总统府打过来了 然后马英九他的那个 礼宾司的司长打来 是 他们就是说那个总统之意 那过了18分钟之后 吴敦毅亲自打的话 不是吴敦毅 那个肖文长亲自打的话来 那时候是副总统 对 他就亲自来跟我们说道谢这样子 那后来这两位打完之后 吴敦毅再打过来说要约见面 那所以我们跟吴院长面谈 那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几个诉求 就是说 你必须要你要先管控嘛 你要有名单 所以你必须要求地方政府 中央机构把名单做一个仔细的清查 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有多少 那你没有名单 你就没办法管制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释放一些空间 给一些需要的弱势团体 或是慈善机构 或者说是艺文工作者 那我那时候是建议吴院长不要什么都BOT 因为BOT的确是一个模式 但是它并不适合于每一个案例 那么可是后来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到处都在BOT 到处都在跟财团就是一起在 有很多的这个 开发案 合作开发 对 联开案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的B端 慢慢浮现 那么后来我们还建议就是说 这样的空间组置呢 就是说我们是提出 它必须要减低当地的负担 而不是你盖一个出来之后呢 你没办法推动当地的发展 反而成为当地负担 对 所以你必须要用引进适当的这个团体去营运 或者说是用低廉的租金吸引 是 你看年轻人都离乡 对 对 你要想办法吸引他们回乡 嗯 那你一个地方吸引年轻人就代表了希望 对 那如果你用高昂的租金 它不可能负担 是 所以你必须要用比较 免费或是低廉的交换方式让他们回来 嗯 增加每个地区的动能 因为很多的乡下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跟幼年人 对 结果后来有成效吗 行政院长也接见 总统也致意 后来呢 后来他们 后来政府的确有做了很多活化措施 但是我们在2011年的10月就是 吴敦义见面的那个谈话中年 我们出了第二集 对 又出了一本 因为 政府以为你出完了 结果你又再出了一本 他们以为我们就是 他们说一年来真的要活化 对 那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我们又碰到很多案例 所以我们就出第二集 这就是第二集 然后也是这么厚 老师你每一本都这么厚对不对 差不多都是700页左右 对 那后来出完这个之后 政府就很安静了 那他们就很多的 开始活化措施了 那么中间我们停了一年观察 然后 到了第四年我们再出第三集 对 那这时候公共工程委员会 就找我们去开会了 是 就是开始去检讨整个的操作 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跟实际的操作方面 我们给予一些建议 那后来去年10月我们出了第四本 嗯 那我们希望就是他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监督呢 那么也许会有用 对 如果你是出一本的话我觉得 对 可能就是一个点撞式 对 把它变成一个带撞式的话 政府的这个压力可能会 嗯 嗯 他比较清楚说 这不是一个作品 这是一个文化行动 这是一个长期的 对 对 他不是只是当下 发生就结束的 而且老师会有 不断有新的学生进来 会一直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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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的 我们其中一个作者说的 啊 高俊宏说的 不过这个也不是他说的 这是那个 以前法国一个哲学家说的 嗯 那么你知道 因为我们这关键是这样子 我们缴的税 交由我们选出来的工谱区管理 对 那么如果他们随便 就是管理不善 管理不善 或者说是有 监督不周等等的 对 或是有利益的关系的话 嗯 那基本上他就是在 偷窃我们的交付的管理的财产 对 所以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合逻辑的 是 那么 呃 文字馆很多都是我们负的税去做 嗯 那他没有产生效应 反而变成负债的话 嗯 那这个债还是回到我们身上 对 所以我们 可是全民要去负债 所以我们就变成负债 对 我们还掏钱去让我们自己负债 所以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个现象 是 老师会把这个视为一个长期的文化运动 一直持续地监督下去 对 我们是把自己定位为微型的公民运 微型公民运动 不是文化行动 嗯 微型的公民运动 因为我们的团体大概每一期都50个左右 对 一年大概50个所以都学生 对 那么所以很微型 嗯 那基本上我们碰到的问题 不是这个社会中最急迫的问题 嗯 还有很多急迫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是 但是我们就长期在做 对 那么希望透过了一个就是 就是 抛砖引玉 对 希望 很多学校的老师或是学生 可以 针对他们个别议题 嗯 不法炮制 关心自己的家乡 当然 监督自己的政府 嗯 今天谢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台湾的文字館 谢谢 谢谢 谢谢